安靖网友 无路之后 大家早晨 我是李桂华 港口网网站公级警司 今晨约9时45分时 我們與刑事部的同事和軍裝部的同事 就在此持法庭首領進行了搜查和檢取證物的行動 和平時有些不同的就是 我先講講程序給大家聽 首先我們領我們的首領展示給當時的負責人看 因為我們這次是一間傳媒機構 我們恐慌裡面會有一些新聞材料 可能會牽涉其中 所以我和警司都做了一個初步的審查 主要的目的就是看哪些單位 哪些部門我們是不可以去搜的 例如編載 例如記者那些 可能有很大機會有新聞材料的話 我們就不會去那裡搜查 搜查完之後 然後我們才開始分配工作給我們的同事進行處理 我們的首領現在我們就放在裡面 因為我們是方便這間公司 或者是其他的法律代表 作為一個檢查之用的 現在我可以說我們搜查的過程都是順利的 我們希望盡早完成 不要妨礙傳媒機構的運作 好 謝謝大Sir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